借这个机会因为很多一些年轻一代的一些观众朋友 或许在那段时期的民歌呢比较模糊 没有焦距 但是借这个机会再谈谈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流行的民歌 包括你自己本身呢 最拿手快胜人口这些歌曲 介绍一下您的风功伟业 不敢不敢 我是 我刚好在67年底的时候退伍 退伍的那一年呢 那个月刚好是金运奖的比赛 第二届金运奖比赛 那么我就反正也没什么职业嘛 想想家徒四壁 反正就参加个比赛也好玩 那么一不小心就得了社会组的优胜 哇塞 接二连三了 您说话还真客气 是不是介绍自己不太好意思 对啊 就介绍自己总是 唱红的歌太多了 您先说一下 如数家珍 对对 像刚才的金山古道 对金山古道是第一首 那么其实金山古道之前 还有一首那是我自己创作的 是《迷都山歌》 对对对 您这讲我们再想起来 还有什么驻英台呀 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真月里来是星球呀 那是你的歌了 可是我也记得 唱片中听到您唱这个 但是你的这首歌 这首歌是我的比赛的副赛曲 说了说了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是歌唱节目 对 这是景聊 聊了然后还唱一唱才有意思 对 我来点一个那个 虞唱 虞唱 好久没听到 哎呀 谢谢凤姐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 最爱的 哎呀 不是不是你最爱 好多朋友最爱啊 哎呀 是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哎呀 我们来回味一下 虞唱 来 谢谢 范范范范海中 游过一片照 比海蓝天为伴 啊我随青州航 航向海天回 海楼清风未舞 距离 伊 于 山呀山游绵延不断 元山皆今山游 跳跳山今三村寬俺 咱们伯伯高声哟 海山蓝飘扰 彷徨好哟 海路行好多 每个千人中 书后人正良 饮水得此远哟 山呀山又绵延不断 荆山在孤岛哟 悠悠温风 苍兵山呀 咱们伯伯高声哟 寒风不破呀 天安加油 鲜鲜兮许多 每个千人中 书后人正良 不高朝夜思哟 鲜鲜兮许多 山呀山又绵延不断 圆山皆尽山哟 飘飘山进盘曾断崖 咱们伯伯高声哟 咱们伯伯高声哟 海山蓝飘扬 彷徨好哟 海路行好多 每个千人中 书后人正良 饮水得此远哟 山呀山又绵延不断 金山载不倒哟 悠悠温风 苍兵山呀 咱们伯伯高声哟 看风不破呀 天安加油 鲜鲜兮许多 每个千人中 书后人正良 不高朝夜思哟 金山古道 凤姐好 小哥好 欢迎欢迎欢迎 真是声音高亢清脆 谢谢 谢谢 那么你刚刚 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整个这个工作 所有的工作同仁 都瞎呆了 不是 这个异口同声的 跟着随着唱 是吧 谢谢 这个歌也是由您唱红的 这个您唱起来 感觉在这个 我们以前听这个歌 当作是流行歌来听 因为当时实在太红 但是这个 从您透露出 这个歌曲的表达方式 还是有一幅 清纯 就所谓的 校园民歌的本质的感觉 对 提到王大臣在早期 民歌兴起的时候 应该在民国六十八年左右吧 对 我差不多六十七年底的时候进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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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借这个机会 因为很多一些年轻一代的一些观众朋友 或许在那段时期的民歌呢 比较模糊 没有焦距 但是借这个机会再谈谈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流行的民歌 包括你自己本身呢 最拿手快胜人口这些歌曲 介绍一下您的风功伟业 不敢不敢 我是 我刚好在六十七年底的时候退伍 退伍的那一年呢 那那个月 刚好是金运奖的比赛 第二届金运奖比赛 那么我就反正也没什么职业嘛 想想下去家徒四壁 反正就参加个比赛也好玩 那么一不小心就得了社会组的优胜 哇塞 接二连三啊 您说话还真客气 是不是介绍自己不太好意思 对啊 介绍自己总是 唱红的歌太多了 您先说一下 如数佳珍 对对 像刚才的金山古道 对 金山古道是第一首 那么 其实金山古道之前还有一首 那是我自己创作的 是《迷都山歌》 对对对 您这讲我们再想起来 还有什么祝英台啊 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真月里来是星辰 那是你的歌了 哎呀 可是我也记得 唱片中听到您唱这个 但是你的这首歌 是我的比赛的副赛曲 说了说了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是歌唱节目 对 这是景聊 聊了然后还唱一唱才有意思 对 我来点一个那个 余唱 余唱 好久没听到 哎呀 谢谢凤姐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 最爱的一首 不是你最爱 好多朋友最爱啊 哎 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我们来回味一下 余唱 来 唱 好多朋友最爱的 是你最爱的 我现在就因为我们成为了 什么事 俗人 那我讹天 在我们的最爱的 身体里呢 在我身体里呢 我爱的 在我们的心里呢 我爱的 Meng 心里的心里 我爱的 好朋友最爱的 你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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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爱的 我爱的 我爱的 你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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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 你爱的 我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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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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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沧海中 游过一片肘 比海蓝天为伴 我随青州航 航向海天会 海流清风为舞 我把王儿抛洒 向我飞扬的心 我将儿女青丝 望怀云比海蓝天 滚滚江水东流 西去陈老忧伤 西间云霞满船 温暖在我的心旁 把晚霞红与帆快乐歌声扬 自由自在徜徉 游唱 好棒 那么提提这个我们谈一下比较稍微 比较严肃一点也不是严肃闲聊了 事实上明哥你刚刚你所提到就是说 事实上是68年开始 一直到78年左右 这个十年中间 这个起跟淡化就是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你可不可以提一下 其实明哥它的起源 它不是在主流的商业市场上的音乐是不是 说不出这个原因 我们说它是明哥也是因为大家叫它是明哥了 其实 也是一种音乐了 就姑且称它为明哥好了 说这种这一类的歌曲它的发声其实是很自然 就比如说 人的生理需要一样 你渴了你就要喝 饿了就要吃 我想在台湾的这个 因为台湾的环境很特殊 它经过日剧时代 它一直 一直没有根 它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当环境在改变刺激它的时候呢 它的需要就应应而生了 就像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好了 它那个是出现了很多很温柔很浪漫的歌曲 那都是大环境给它的 日剧时代 台湾也产生了很多好听的港编的离别的歌 还有这个泪洒乐台的歌 这也是环境给的 那么我想台湾就是因为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很饥渴 它没有自己的东西 那么 那像我们当初我出来的时候也是 可以说西洋民谣啊 是我的全部 可是唱久了以后呢 你会感觉到 那是别人的东西 心灵上很空虚 为什么炎黄子孙就空无一物呢 我想说 既然我是这样 一定有很多跟我相同的人 是是 我唱这首唐山子民 赶快旁边伺候好好听 我们一起来好好欣详一下 唐山子民 谢谢 谢谢 娘 who想说 你 segue 我还是要很快每次都发採 我爱你 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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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和离离 他成长有着床 一剑两半条 他回家更为忙 身上流的线 遍地是烟花 到这些浓水 天涯心相传 荒山的子民 他荒山的荣光 阳光照耀出 他鲜爱永流长 荒山的子民 他荒山的荣光 阳光照耀出 他鲜爱永流长 荒山的荣光 杨栏 优优独播出 杨栏